詞曲 李宗盛 今天是三軍八校院聯合畢業典禮 在這個重要的時刻 我很榮幸 來到父親鋼 見證各位人生的榮耀 我也要代表國家 人民 給予你們最大的恭喜完成你們的學業 也要祝福大家 未來一路平安 一帆風順 前程萬里 今天之後 不管到台灣哪一個地方 在哪一個單位服務 勢必能夠肩負起 報效國家 安定社會 服務人民的重責大任 身為三軍統帥 另外 我的使命就是 確保國家的生存發展 保護全體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同時 也要照顧兩千三百五十萬人的生活 我們都是國家隊 我希望我們大家團結在一起 為國家 為社會 為人民打拼 不辜負人民 對我們的託付 也因此在今天 在你們離開學校之際 我有幾點勉勉 第一點 初心不變 豪情不減 我祝福各位同學 各位 未來在各奔前程的過程中 一路順利 但是我們也知道 不可能沒有挫折 也不可能不遭遇失敗 但是我希望大家 能夠拿出在學校 師長對你們的教導 還有經過種種訓練所脆立出來的精神 不因為挫折 而改變初心 不因為失敗 而減少豪情 繼續努力 繼續為國家 為社會 為人民 完成長官所交付的各項使命 第二個 要持續不斷地獨立自己 精進本職學能 全球已經進入全面智慧化的時代 人工智慧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科技 一日牽連 日新月異 我們在學校裡面 接受到最好的教育 也接受了最好的訓練 但是我們到部隊之後 不管在哪個崗位 一定要持續精進 我們一定要抱持著 創新的精神 這才是新時代的 國軍應該要具備的精神 第三點 秉持國家責任榮譽的精神 我們一日身為軍人 終身適時保衛國家 所以 我希望各位同學 永遠效忠國家 永遠信仰民主 永遠保衛人民 這是我們無可取代的使命 當我們貫徹這些精神的時候 才能夠顯現出 我們身為國軍的價值 以及存在之必要 最後 我希望 在每一位同學 勇敢 有信心的 踏出每一步步伐之中 讓國軍更加穩健 讓國家更加壯大 大家一起加油 後衛有期 謝謝大家 謝謝